歡迎回到史萊姆農場 Season 5 Day 2 Day 1進行得很順利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為我們的士奇士吃點東西了 可是我身上只有三個Carrots 我需要再多一個Carrots 哪裡 我們的莊園裡面沒有Carrots了 還蠻意外的欸 為什麼剛開始只給我三個 剛開始農場裡面有...有四隻欸 還是誰把它拖都吃掉 我記得沒錯的話後面這邊會掉一些 果然 真的欸 真的只給我三個三個欸 沒關係 三個三個就夠我們的 夠我們的史萊姆吃喔 丟進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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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時間囉 吃早餐 我好乖 吃早餐 為什麼會留一個Mango下來呢 那是因為...喔 好 你吃飽了 你就進來 好 你也吃飽了 你也進來 你也進來 好啦 大家都吃飽了 我這一次先把我們的士奇士帶在身上好了 為什麼會叫他們士奇士呢 因為他們四個呢 只要合體起來就會變成Bob 就會變成你們 士奇士缺一不可啊 然後他們感覺好像已經慢慢變大了 今天的目標呢 今天的目標 是做一個 嗯... 日文版本的喔 那個... 便便蒐集器 它可以把便便蒐集起來 因為這些家務很危險喔 你不覺得我一進去之後 我就會粉蒸碎骨被炸爛嗎 所以呢 今天除了做這個 500塊錢之外 我們還需要做一個 天...天靈蓋 就是... 防止他們的東西被炸出來 比較防止東西被炸出來 那... 我可以進來嗎 噢...不行 遍遍遍遍的 以前不會這樣子欸 以前... 欸... 這邊有雞的聲音 啊...在這裡 我不知道這一次可不可以做到欸 上次有一隻雞卡在這裡嗎 這是一個死亡點知道嗎 欸...它滑下來了 上一隻的那隻雞真的很猛欸 喔...喔...進來了進來了 就是這個點 就是這個位置 好了... 我決定了 只要這個位置不改的話 我們每一季都丟一隻雞在那裡 讚喔 好了... 那這隻隻史萊姆呢 呃... 你...你們今天現在... 啊...你們今天要在哪啊 不對不對不對 好...你們先待在我身上好不好 我們要先去賺一點...賺一點錢 這個Carrots先丟地上 這應該不要緊 因為他們不吃Carrots 我們只有兩個位置了 真的是很糟糕 非常非常糟糕 呃...今天呢 我們先這樣子好了 先拿一點Fruit 因為Fruit是我們那一些史萊姆 每一隻史萊姆都有喜歡吃的東西喔 這種Fruit他們... 雖然沒有特別愛吃 但是...他們能吃 因為...要是我帶了一些胡蘿蔔 他們不吃胡蘿蔔 你知道這些史萊姆就是一些挑食的傢伙 非常非常挑食 然後我身上忘記帶一隻雞 讓我覺得...現在... 現在心情有點... 有點誤阻 要是等一下要是出現了什麼好東西的話 我們就完蛋了 因為有... 兩種史萊姆 應該算是一種 有人說金色史萊姆什麼都吃... 呃...什麼都吃欸 那邊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箱子我們去看一下 箱子裡面有什麼東西 嘿...哈...哈...哈... 咦...哈... 咦...哈...哈... 哇那聲音好大聲喔 好像這麼核子彈爆炸的聲音 這一棵樹呢 是...史萊姆世界裡面 最富含... 最富含果子的樹 所以那是一棵非常非常非常棒的樹 啊... 我身上需要一隻雞 我很怕... 我很怕那個... 很珍貴的史萊姆就在這裡跑出來 前面應該是會有一隻雞啦 好 我們帶一隻雞在身上 這樣子以防萬一 我們還需要更多更多的果子 讓我們可以賺錢 嗯... 沒有好東西 好啦 那... 既然我沒有辦法把昨天我看到的那個奇怪的東西給撿起來的話 我覺得...那大概就是...新改版的東西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八九不理石 好不好 而且...上面有一個LOGO 上面寫了一個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那個奇怪的LOGO讓我覺得很...很...很奇怪 那個LOGO是不是在哪裡看過啊 然後...這棵樹 我想要讓它...長大的時候 還沒有落到地板的時候 我就把它可以撿起來 我想要的 對 不然那些Slime都會把那些東西吃掉 身上有九個果子 先把這九個果子先帶回家好了 這裡還有一些還沒長大 所以它們現在長大的速度真的變得比較慢了欸 是不是因為... 呃...睡覺 睡覺已經不會再重置它們的果子了啊 搞不好是這樣子喔 我覺得...欸...不行... 嗯...一個果子 Lucky 回家回家回家 撕個果子 回去應該能夠讓它們吃一點東西之後 喔... 天啊天啊天啊 嚇死嚇死 可以讓它們吃一點東西 吃飽吃飽咩 然後...我先暫時的... 先吸它們的便便 先吸它... 你為什麼地上有東西不吃啊 這地上...吃掉它... 對...就是這樣子 開心多了齁 它們吃便便肚子會飽嗎 不知道...不會 還是一點... 還是一點... 老子就被送了一點 好嗎 那...我們先把... 黑黑先丟這裡 我們要先... 捨身進去囉 有沒有看到我還沒有開始執行工作 我的血量就剩下70兵器了 好... 遠離...遠離... 有鐵鏡 喔...動動動 哇...剩了48地... 再來再來... 有了...有了... 這樣子...夠升級了嗎 你看...都被炸出來了... 真的很危險喔... 要是那些史萊姆... 小小...小小吃的四騎士史萊姆... 不小心吃到的話...就完蛋了... 我覺得保護四騎士真的是這個遊戲裡面最困難的事情 我可以買多少錢... 欸... 居然沒有疊價耶... 今天維持10塊錢耶... 我現在有675塊錢了... 好賺喔...你看... 才一點點便便... 就賺到那麼多錢... 真的是...不愧是生產機啊... 那我們先... 用便便收集器... 便便收集器需要一個小時來Function 現在是10點55分 我11點55分的時候再回來... 呃...得出去... 再出去... 晃晃好熱... 欸...身上的雞呢... 帶著身上的雞... 身上的雞千萬不能夠漏下來... 欸...這邊有果子... 那是...胡蘿蔔... 我們帶著身上的雞... 這一季... 我絕對要記住兩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重點... 讓...四騎士活著... 這是我的成就之一... 讓... 我看到東西的時候... 我可以拿小雞... 砸那些邪惡的史萊姆... 那些...讓我心很痛的史萊姆... 出去看不可以看一下啊... 看一下那些果子有沒有長大了... 因為它現在已經是小小果子... 代表...距離長大應該也不遠了... 嗯...嗯... 差不多可以長大囉... 然後這樣子在外面畫圓荒其實... 11點55一下就到了耶... 你知道時間就是這麼奇妙的東西... 就是... 當你靠近的時候... 就是你在原地發呆的時候啊... 它時間不怎麼會動... 但是... 當你... 離開的時候... 就是一下子... 時間就沒了... 真的是很奇妙的東西... 然後我剛剛在講到時間的時候... 突然想到一個... 我生活上的經驗... 我不知道Bob們... 有沒有這種經驗... 是不是我... 只有我這個人是這樣子... 還是你們也會這樣子... 你們有沒有曾經... 有拿手機... 或是手錶... 把... 想說...欸...現在幾點啦... 然後把手機拿起來看... 你會發現那個... 看的那個第一個秒鐘... 過得非常非常非常久... 就是可能... 拿起來是54秒... 然後就停在54秒... 沒有在動... 然後... 差不多要吸了... 你怎麼還沒有吸... 然後你怎麼出來的... 然後它就是沒有在動... 可是後面的秒數就很正常... 就是54... 停很久... 然後才55... 56... 57... 那個一秒鐘... 感覺不是一秒鐘... 你們有這種感覺嗎? 喔... 這個機器快點運作啊... 不是一個小時就運作了嗎? 好... 這機器壞掉了喔... 所以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啊... 這是任務機... 啊... 話題回到剛剛前10秒... 我的話題一直跳呢... 腦袋思緒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們有這個經驗的話... 可以留言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讓我知道我不是孤單的... 這個東西呢... 其實不是任務機啦... 它是有一種像是交易系統... 你可以給他一些東西... 之後奶奶... 或者是一些NPC... 會給我們一些東西... 為什麼這四個叫做四騎士呢? 的原因就是因為... 四騎士會出現這個機器裡面... 要是你不知道的話... 可以靠你手下... 差不多可以吸了吧... 啊...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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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兩個小時吸一次... 現在15.55... 喔... 改變了嗎? 我們下一個呢... 要先買天靈蓋... 還是先買... 種植器啊... 我覺得先買種植器好了... 啊...沒有吸出來了... 身上沒有位置... 小隻先過去... 我們先... 先買個種植器... 種植比較重要對不對... 對對對... 要種植它不是才有東西吃齁... 好... 我們先... 買個種植器... 種植器感覺比... 我們現在要的東西都還來得重要... 喔... 現在好像打嗝... 啊... 都打完嗝了... 沒有讓你們聽見... 我現在... 是不是... 拍影片常常打嗝啊... 呵呵... 真的是很不禮貌欸... 現在都讓你們知道我很不禮貌了... 如果你還不知道的話... 嗯... 這個買了... 這個也買了... 不夠錢... 我們要五百塊錢... 只差一點點了... 你們加油欸... 欸... 不要再跑出來了... 沒有天天蓋真的很麻煩欸... 好... 那... 趁現在天色海藻才下午一點鐘... 那... 我們先... 我們先去那個好了... 我知道了... 欸... 我身上的小雞... 糟糕了... 你看我每次身上都忘記帶小雞... 千萬不要這個時候出來... 讓我在路上的時候... 可以先抓到一隻小雞... 喔... 長大了長大了... 把這個國籍型... 怎麼有一隻... 發育不良啊... 3... 2... 1... 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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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讓我很難堪喔... 欸... 小雞長大了欸... 它在我面前長大... 然後... 河堤石蘭的這樣子跑過去... 欸... 欸... 差不多囉... 差不多是這個時間囉... 你差不多要長大囉... 好啦... 我不理他了齁... 我不理你囉... 你要不要轉大... 我真的要轉頭囉... 哈哈... 就這樣子長大了... 有沒有看到它長大的那一瞬間... 它就會掉下來... 幾乎啦... 很快很快... 所以前面那棵大樹應該也差不多了... 快... 撐了一些史萊姆... 一些小混蛋們... 還沒有看到... 還沒有看到那個果子之前... 我把他們統統搶走... 你吃了什麼啊... 吃的雞... 不要緊... 我只要這些果子... 吸起來... 吸起來... 站好... 站好... 我是不是可以吸到滿啊... 站好... 18... 19... 20... 啊... 又一些吸不上來... 剩兩個... 啊...沒關係啦... 已經滿了... 心滿意足... 好嗎... 所以我們先... 回去... 啊... 我們這一次呢... 先去... 那個叢林的區域... 到叢林的區域之後... 我們再去找... 更多更多的... 嗯... 更多更多的那個什麼... 等一下喔... 前面那個... 喔...我看錯了... 我剛剛以為... 想說那個... 阿姆斯拉... 棍... 柱...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你... 我剛剛以為上面有那個... 那個...什麼... 新增的東西... 那個木棍... 結果是我看錯了... 好... 我們再去找更多更多的mint mango... 知道為什麼嗎... 是因為現在mint mango還在漲... 要是... 能夠先拿幾個... 先讓他們衝衝機... 我還可以有一點點的收入... 這是我的idea啦... 你們覺得我幾天內... 欸... 我這次沒有要找那個... 史萊姆... 因為我的食物現在... 喔... 那個是螢光史萊姆嗎... 是... 是... 來吃... WOW!! 它可以餵多欸 這個傢伙就是螢光史萊姆.. 我們是沒有辦法把它帶回家的 你們能看見... 我的錢多了一點點... 很可愛的傢伙... 過一段時間之後它就消失了... 我帶一隻雞是對的... 它就這樣子出來了... 好讚喔... 欸呦.. 唉呦!! 欸呦??? 這裡居然有一隻小傢伙在這裡... 這是... 上一次還是 上上次... 我不知道哪一次改版的時候更新了... 好啦 就放你在這裡... 它會隱形喔... 他是Hunter 一個很特別很特別的小傢伙 嗯...Mint Mango 這裡有嗎? 這裡應該有幾顆 可是... 長大的速度有這麼快嗎? 嗯... 這是我昨天扔下來的 抱抱史萊姆在這裡啊 啊!在這裡 好像...現在只有果子而已 長大可能需要一點時間吧 嗯...那我們就先不要過去 看一下另外一側還有Mint Mango 沒有的話我們就回家 雖然那個...嗯... 那個Coco Slime 就是Lucky Slime 雖然他給的錢沒有很多 但是看到他就覺得很幸運 你不覺得嗎? 我們這一次感覺被保佑欸 第二集的時候就出來了 才到...才到Day 2欸 開心 搞不好今天可以遇到 很多很多不一樣的史萊姆 上面這邊應該也會有一些Mingo 可是還沒有長大 那...喔! 這裡有一顆欸! 這到底怎麼用啊? 我剛剛不小心把獅奇士 給扔出去了 這邊有一隻Luster 就是...我今天來的目的是 要拿到Mint Mango 好像都被我們採光了齁 這裡...這裡沒有... 多的Mint Mango了 丟...你看他的生長時間真的很短... 呃...很長...長到一個不行 過了一天 其實他的果實又長大了 野生真的長得很慢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 喔!爬的Slime 哇!這飆車喔! 呵呵呵... 然後你在幹嘛發抖喔! 欸!我怎麼卡住了 唉唷!我又回來了 好可愛喔!你們這些小傢伙 有Mango嗎? 沒有!沒有! 都是爆爆Slime 這一RUN好多喔! 嘿!回家了! 好啦!現在天色也到了晚上五點多 哼...希望你長快一點 身上...呃...有一些Food啦 先...為你們吃點東西 然後我先把我的...呃...果圓 先把我的果圓 變得很厲害 變得超厲害 好不好 變得超級厲害之後 我們再加天年蓋 你必須要進去 我要是... 現在就把四騎士放出來的話 四騎士... 絕對瞬間剩下... 三騎士或二騎士 快運作快運作 他現在是很小心運作一次喔 就是十二點運作過 兩點四點... 偶數...偶數點會運作一次 欸!讓我想到了一個笑話 我的朋友告訴我的 呃...一個塵雷 叫做塵雷 兩個塵雷叫做什麼 大家思考一下 我等一下晚點告訴大家 呃... 先把這個... 塵雷是誰你不知道嗎? 塵雷喔 塵雷就是...呃... 大家... 有聽過... 黃亦柳賀嗎? 啊... 這個年紀耶 我沒有聽過啦 黃亦柳賀就是... 一首歌喔 黃亦柳賀... 你有聽過嗎? 好吧 可能是我唱得太難聽了 就是一首非常非常好聽的歌 大家去... Youtube上面搜尋就可以搜尋到啦 歡喜就好 好不好 他唱的人就是塵雷 他有一口high call in 海...海口槍喔 海口鷹喔 對...就是... 一個... 嗚!長大了耶!好快喔 再努力喔 再...長...長...更大一點 好吧 該運作了對不對 有了有了有了 他吸了眼東西進來了 我先把這些東西拿去買了 真好 有錢...有錢進帳了 好吧 公布答案囉 一個塵雷叫做塵雷 兩個塵雷 叫做... 偶數塵雷 聽不懂嗎? 偶數塵雷啊 啊...大家已經不認識塵雷啊 塵雷講話的時候就是會... 會有一種high call in 就是...就是這樣子 我現在身上有... 哇...2700塊耶 距離1萬塊 剩下... 呃... 8...7...呃...7000 7000多 7000多 快了快了 還沒只剩那麼一點點了呢 還有嗎還有嗎 都被吸完了 好 那我們先把這些錢拿去投資 因為投資非常非常重要 投資真的... 妥善理財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那些東西都快長大了 然後...這個 嗯...讓我看一下齁 往裡面加個天靈蓋 讓你們不會一直...一直跑出來好不好 然後... 這些芒果呢 有一種做法就是... 你馬上把他們吸掉 就像這樣子 馬上把他們吸掉 你會發現上面沒有果子 等它長出果子的時候 要花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呢 就是... 我們可以選這個 然後按... 取消作物 取消作物 所以我們再花一個 它就馬上有小果子在上面 有沒有 那...我們為他... 為了讓他有更多更多的產量 所以我想再花一點錢 投資好不好 投資投資再投資 這個再投資 好像600塊錢 但是有我們的... 產量 這樣子就雙倍了 明天 我覺得明天後天 大概第三天第四天的時候 非常非常有望喔 我們就可以直接... 直接... 進到我們的史萊姆實驗室 興奮嗎 我興奮到不行啦 我還有... 682塊 這一次我們把... 呃... 四騎士... 讓你們住在這裡 讓你們住在... 欸這讓你們看到機會 想跑過去欸 不行不行不行 讓你們... 恩... 住在這個地方怎麼樣 你們喜歡這裡嗎 我覺得這裡 感覺離我家的很近對不對 感覺在隔壁 當我的鄰居嗎 BOB們 好啦 那... 先讓你們住進來 雖然現在... 加高一下好了 怕你們跑出去 雖然現在這個房子還沒有很好 但是... 這是你們的房子了 那... 恩... 我想為你們吃一點東西 等我一下喔 你們先吃你們先吃 還沒有為你們吃晚餐嘛對不對 雖然... 儘管現在... 這麼艱難的時刻 真的很想跟你們講說 艱難時刻 大家... 先一起度過一下 但是... 為了怕你們肚子餓好嗎 真的很照顧你們 我愛你們寶寶 我們吃東西 你也吃東西 感覺像是我的孩子一樣 你也吃東西 不要傻自幣了啦 吃嘛吃嘛 來嘛 他在看著什麼 你會這樣...這樣... 要吃掉了 來來來 吃東西囉 恩...不要傻自幣嘛 他們欺負你嗎 誰欺負你告訴我 吃東西 去跟他們玩 走去 快去快去 對...這樣才對嘛 好吧 好 今天也到了晚上9點 比我們Day1的時候認真多了 把這個東西給賣掉 今天的市價46塊錢還有68塊 你看他貼很近 居然會變這樣子耶 我真的覺得很酷耶 把這個東西賣掉 好啦 今天就到這裡啦 我...居然錯過門了 嘿 Day2 到這裡囉 希望Bob們喜歡今天的史萊姆農場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 留一個大大的like給我 我是想認真的 記得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留下... 陳雷那個笑話好不好 還有我今天稍早問你們的那個時間的問題 可以告訴我 我是不是孤單 一個人 希望我們是 我是說認真的 是我真的很奇怪嗎 還是你們公文一樣很奇怪 也記得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一出最新的影片 我就會寄信到你們的信箱裡面 我們下一節見囉 see you guys byebye 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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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